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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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有關係 美女風水師一時口誤 王牌經紀人直接走人 這房子我裝潢了千萬 真的假的 我希望我加過一些什麼俘虜 你知道 我真的還滿時尚的 對面有很多大樓 對 那這個就是很常講到 就是所謂的地道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議用 塗透鏡啊 八卦鏡啊 山海鎮去做這種東西 小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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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是接收這個 沒有美感的東西 一般… 一般… 命理界的後起之秀 木木老師 點名又挑戰命理大師 張偉忠 不過 似乎還欠缺了些經驗 木木老師 我們幫別人看房子 對 比較改時間 你確定嗎 我聽到說是你比較改時間 不是 然後那個看15分鐘 沒有 但是你認為做這個擦戲嗎 我請你好好再想一下 再看一下… 再給你戲看一下 對 看一下 嗨 嗨 嗨 剛老師把我帶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會有緊張的東西 我給你擔心耶 對啊 老師很快就出來 喂 老師很快 這個比不出來還怎麼辦 對啦 回風上人那麼明顯耶 對啊 這一場跨世代的風水世紀之爭 究竟會入死誰手呢 嗨 Eric 給我來一杯 招財開運平安水 OK 沒有問題 小姐 這就是開運招財幸福水 保你滿意 我 謝謝你的招財開運幸福水 好舒服喔這裡 真的好拉提 我們怎麼可以 在這麼豪華的豪宅裡面 可以這樣享受呢 是 幸福平安水是嗎 是不是 你看在這個豪宅裡面 就知道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我跟你講質感很好 我只能說他現在應該是我們演藝圈 就是最大牌的王牌經紀人 演藝圈的王牌經紀人倪良偉 刺資上千萬 花費十個月裝修房子 三個月前搬到了位在新店安坑的 明星社區 搬來後事業運如日中天 公司的藝人代言活動主持一檔接一檔 浴室上看似一帆風順 究竟還暗藏著什麼風水上的隱憂呢 小偉你真的不容易耶 一路這樣子 過關斬將有沒有 對 然後打拼金 還可以生存到現在 然後現在自己住這麼好的房子 真的 然後旗下藝人又有夠多的 對啊 我以為你會住在就是譬如說 比較市中心一點 然後你帶通告啊 或是才自己方便 我沒有想到你是一個比較低調 然後隱居山林的人 我其實找這個房子找很久 因為我喜歡大露台 對 那一般市中心 我們要找到頂樓 也有大露台 那個都要審議 然後我說的意思 對 那我覺得也是 因緣機會找到這個房子 你們等一下可以參觀一下 就是一個很大的露台 然後它 而且就是頂樓 對 然後 所以頂樓空間又比較大 然後有一個露台 是你最想要的地方 對 它其實交通還滿便利的 因為我們上班時間 是避開 早九晚五的那個 是 對 開車到市中心 大概二十分鐘就到了 雖然是比較郊區地面 但是因為它有中間 是 他們自成一格一個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說 真的一條路很快就到了 也算是交通非常方便 老師的好朋友就是郭彥均 他也住在這邊 我認識他嗎 彥均哥 很瘦的 我愛你 請老師幫我看一下 我未來的 好 對 還是希望好還要更好 事業好之後 就是想要討好 對 要不然你們 第一次把自己的幸福 都奉獻給演藝圈 真的 然後後來這樣子 賺了很多錢 自己一個人數錢 好孤單喔 真的 你在這個莫大的房間裡 你知道很 空蕩蕩的對不對 喝了酒會哭耶 我倒是剛剛幫他加強 今天這一集風水 還是有一個大撤拼的部分 需要這樣子嗎 當然需要 你知道我們這節目這麼久了 沒有 開玩笑的啦 今天為了要找那個風水老師 跟你大撤拼 我精挑細選 然而這一次 除了邀請到命理界的 明日之星木木老師之外 他更點名要挑戰詹惟中 究竟兩位大師的風水觀點 哪一位會獲得青睞呢 歡迎我們美女風水老師 木木老師 哈囉 老師來 來…歡迎妳 你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個演技好漂亮 可是參加錯節目 妳應該去參加那個 什麼D什麼52 去嘗嘗一下對不對 妳怎麼會來PK風水 沒有啦 因為其實妳會接觸命理這一塊 是因為我另外一半的關係 已經有另外一半 對 哇 妳知道詹老師臉就臭掉了吧 等一下請妳手下勞心 妳是不是因為知道詹老師現在單身 所以想強調妳已經有另外一半的這一點 沒有啊 我怕她擔心 超怕 蔡老師真的太厲害了 為什麼會學是因為她的關係 那因為她們家裡面本來 風水世家 所以雙親她們都是已經有學八字 然後學風水命理這一塊了 然後真的是被逼著來學 這沒事 應該也是自己有興趣啦 對 後面學到最後 真的是變得有興趣啦 PK遊戲規則是什麼呢 遊戲規則我們評比 兩個老師就會當然看一下 然後會講出自己的觀點 但是評比的人是妳的小偉 我今天真的很榮幸耶 今天竟然要PK 當然要憑實力 觀眾朋友眼鏡也很協亮 是 我們這個客廳的話 其實是非常非常明亮跟時髦的 小偉真的是很大美 我看到小偉真的表情 老師妳知道這房子我裝潢了千萬 真的假的 你們兩個 兩位老師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對 因為我很玻璃性 妳知道 我就是 而且 真的 我會 但我認真說 我不希望我加掛一些什麼葫蘆 你知道 我真的還滿時尚的 因為他有做挑高 是 所以真的是非常地高 我們一般挑高就是 挑高的話 它有一個特別要注意的一點 就是因為挑高的話 它空間比較大 我們在風水洋宅裡面講的 這個聚器就是聚材的意思 對 所以它這樣子就比較難聚材 尤其是開場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 依我來回應 木木小玉講的話 好 是 屋頂太矮 就矮了一節 一節 所以高其實是有貴人的意思 但他說的並沒有錯 因為 高高變成 人少 宅客人 會比較虛 會無法聚氣 是真的 所以藉由這隔間 或做一個規劃設計 才能夠納氣 當然因為房子高 像美國房子都那麼高 對 窗子開七八個 氣就閃 又要採光 對 好不好 也沒有講錯 對 其次你這個 雖然高 但是你做出了一件事情 窗子在後面 雖然犯小人 對 可是你很敢花錢 花這種叫風情 臉 你把它全部 你把它 你把它全部拉下來之後 對 高度跟你人一樣高 的情況之下 這些很多的眼睛在看你 一掃而空 變得後友靠 抬頭一片天 你的藝人會增加倍以上 好 好 所以老師你已經 沒有辦法聚氣的自己化解 化解 因為它是用風情的 是 那若莫老師你有別的方法 我的方法呢 其實我還滿建議 它可以安裝一個九星螺盤 在它的客廳 對 所以剛剛稍微這樣講 老師你再講一次 我沒有聽講 九星螺盤 它會講得很老在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海中的私民夜店 其實也有掛 對 如果它掛起來像Disco燈的九星螺盤 我覺得很可愛 那我可以接受 對 算是一個蠻時髦的一個擺劍 娘仔的話 它主要是要講求 對 我們客廳這個圓弧形的客廳 就會有一個狀況 它容易形成一個叫 對 反弓箱 你看我們這個後面的圓弧形 它很像那個弓箭的那個弓箭 對 那這樣子就容易會造成我們主人的 健康上面的問題 這個不是反弓箱 這個反弓箱就是以前的房子在那邊 對 水會在下面流 對 叫做鐮刀煞或反弓 屬於外煞的部分 屬於外煞的部分 才叫做反弓箱 水飄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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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部會腐爛 所以你是在這個 玉帶環藥的內側 就像古代那個包心片一樣 叫玉帶環藥 是座櫃得櫃的意思 所以可能要調整一下 如果你的座位是擺在外圍的話 背後是彎的 當然這樣彎著 彎著 那才叫做 也叫做鐮刀煞 好 所以這方面兩個老師的看法 是不太一樣的 對 但木木老師還有發現另外一個部分 還有 還有最後一個 加油 對 這個就是我們看我們客廳的話 其實我們會看有一個 是 對 所以主人位 我們一般來說 以我學習的學派來說 我們風水的話 我們主人位是要有一個獨立的 一個沙發區的感覺 三二人 三二人 自己一個人做的大位就對了 那這裡沒有 那這個沒有主人位的話 就容易會影響 小瑋哥可能在家裡面 或是在書外的地位 容易犯小人的問題都有可能 小人 我跟你說 我要 我剛剛知道 演藝圈很多的 沒有沒有 演藝圈超多的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是 我們這個行業的大忌 我很簡單的說 就是 我的前員工 對 我帶他也很好 但他居然把我的藝人給帶走 你說他自己離開就算了 他自己創業之外 他還把我的藝人帶走 有 好有殺喔 大妹喔 我那麼 我那麼的 請 盡全性消耗 然後他把你的資源 把你的藝人 有句成語叫什麼 養老鼠什麼 養老鼠 對 養老鼠 真的 然後反正就 我是真的還滿生氣的 然後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跟他 保持適當的距離 對啊 所以某某老師 那你有解決辦法嗎 那我會建議的話 在沙發的左側這一塊 小瑋哥站的這一塊 還是一個主人位 主人位 對 還是一個大位 你單獨的一個位子 是 誰都沒有辦法跟他搶 他就在勞飛機 對 位子我可以接受 還好是 對 掛工師 掛工服務 你們這些人只知其不知其惡 木木講的位子是完全正確 但他又少講了兩句 還有什麼 你會仔細的觀看 每一個老闆或經理或店長 每一個社會地位越高的 包括立法院院長的位子 包括總統的位子 一定是後高左右龍虎對稱 對 OK 我剛才按砍一刀 會被你破解了 我當然放一張在這裡 而且你要放一張 比他們個人的座位 稍微拚高一點 會有招貝的 那麼你做起來四平八五 好 我這邊還有一個很棒的路 就是 好 好 木木小姐 木木小姐 好舒服 對啊 天氣好可以看音樂 所以我們跨年就在那邊 那邊跨到 溫達那邊刷我們的卡片 我先是可以的 你可以 對 真的好棒 你平常就是可能 休息沒工作 就在這邊 這邊 發呆 然後 就是要不要做而已 好 合理 我們一出去就看到 對面有一棟大樓 對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很常講到的就是所謂的 對 這也很容易造成我們主人的 血光 突發狀況 問題 對 好 好 那我來幫忙 木木老師再補述一下 他講的也沒有錯 他確實是我們看出去 遠景的一個小石頭 對 真正的重點 其實也完全是必刀 因為他沒有完全緊鄰的 他是前高後低 因為你是頂樓了 對 他的頂樓比你還高 對 好像前面有個巨人 擋在你前面 如果全擋的話 叫做無法無天 沒有遠景的意思 對 所幸的是左右兩側 左右兩側都是一片天 重點是 這個 如果是一個柱子 或是一棵樹 或是一個焚燒爐 或是一個煙囪 就是大胸 那他很好也是一個方方正正 非常有錢的大樓 所以他身為富山 叫做富山相鄰 遠景可看 那麼你 你整看出去 你是不是高人一等 對 讓木木老師參考一下 那我們像我們這個門派的化解方式 因為還是有壁刀嘛 對 那這個門派化解的方式呢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議用 塗透鏡 八卦鏡 山海鎮 去做這種東西 對 小偉哥不要做 小偉哥 我無法接受 這麼沒有美感的東西 一般… 一般… 化沙發不被採納 只好拿出看家本領 好的員工帶你上天堂 李佩甄有感悲寵中來 沒看過 你看看 怎麼看過 金光閃閃 金碧輝煌 攀桌 書桌 都是一個 接貴人 精神人脈好運氣的一個代表 在你這邊吃飯的 背部 什麼 機會 對 我覺得 因為沒有他們也就沒有我 我這個 桌子一毫的時候就請他們 就是我的VIP 這總會幫你講 怎麼了 妳怎麼了 我的經紀人搬家 從來沒有請我去那家 還有啊 妳沒有什麼桌子 我什麼都可以看到 糟糕透了 十幾年了 像我們這個門派的化解方式呢 因為還是有必到嘛 那這個門派化解方式呢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議用 塗透鏡啊 八卦鏡啊 山海鎮去做這種東西 對 小偉哥 不要動 小偉哥 無法接受這麼沒有美感的東西 一般 一般 對 一般 沒有啦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我們的話一樣就是 其實我真的蠻建議 因為其實這個煞氣也蠻嚴重 我會建議真的用羅盤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要做這些布局 要化解 就是要有用 是真的在賣羅盤嗎 剛剛也是羅盤 是一樣是羅盤 因為其實羅盤這個東西 它是上面有新年八卦 後天八卦跟和圖落書的 它真的是可以幫我們 我相信 有 但是可能木偶老師 忽略了一點 羅盤是很好 如果前面放盆栽的話 要去刑除煞 它種這個盆栽 跟它高度一樣 其實沒有在看到比刀 這個階段的PK 真的非常的精彩 我覺得在第一段 大家就沒有在讓 對 大家就是真的把畢生的功夫都拿出 真的 所以小偉哥 要兩個牌子 只好讓你來做一拍好不好 真的很難 到底第一PK是誰獲勝呢 請選擇 誰 是誰 詹老師 會黏車寶座 超快 我還是要說 因為我很怕裝的那些東西 譬如說 會影響到整個美感 美感 對 老師其實講的 我覺得是我可以接受 也是我可以改進的地方 對 所以我才會偷詹老師 這才是第一階段而已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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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妳就稍微改變一下 一些策略的方向 對 也許有一些 妳已經知道我的胃口了 對 是可以比較符合 我們小偉哥的他的 他的頭 對 好 我想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你說事業啊 感情要進來 是從門口啊 好 玄關 出發 那我就失禮了 我先 客廳大門走進來 妳會發現一個重點 就是這邊有個鏡子 叫門開闊 而且鏡跟鏡都沒有對到 對 也沒有所謂招音的危險 是 那籠邊的鞋櫃也沒有惡臭 是 代表他有貴客一門的好機會 往這裡直接走 妳會發現廁所是在側邊 側邊 靜堂 靜堂 客廳臨是 這間側加分 真的 然後這個樓梯有沒有看到沒有 一階一階上去 是 就是回家步步高升 會有一種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這個客廳是好到幾次 好厲害 好厲害 那個勒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還在哪裡 我就是要聽好的 不行 我都講真話 好 換妳說話了 好 一進門叫做開門間梯 對不對 門為口 梯為蛇 這樣子就要很容易會造成 口蛇是非的問題 對 這個小瑋哥要特別的小心 對 像我們這樣子的話 其實像這個柵欄其實還是透視的 對 所以我還滿建議可以再加裝一個 不透光的一個屏幕 或是門簾 去把它擋住 這樣子就不會一開門 就可以看到體 這樣子 好 小瑋哥心裡應該有什麼 我有 我有 好好的選囉 好 來 第二個階段 玄關的風水 到底是誰獲勝呢 請選擇 老師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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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老師我覺得你太晚來了 你想想這些我覺得是馬後炮 對 因為這邊都沒有聽到那個 讓我很獨眼 對 對 對 這麼奇麟才八卦 那我告訴你 如果是謝老師來的話 一路輸我告訴你 你那什麼 他照片約的東西 有的人很喜歡這一種 對 不一樣方便 對 又有效 好 那所以現在已經打成一米一了 好 我們換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我們要到廚房 好 我做了一個中島 對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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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餐桌 就連著中島這樣子 對 然後你自己有在開火是不是 偶爾 偶爾 但很少啦 很少就是有客人來的時候 廚房它有一個特別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容易會照善不分 因為這個是開放式的廚房 對 所以它的用餐區 跟我們的供善區這一塊 它是緊密的 那這樣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我們在爐灶這一塊 它叫做我們的財庫跟財源 那我們在這個用善區這一塊 用餐區這一塊 它就叫我們的花費跟花錢 那我們邊賺錢邊花錢 邊賺錢邊花錢 那這樣子就容易會影響我們的財運 要求我別算錢別花錢 算的都還留不住了 完全在講你 你也很會花錢嗎 我每次在攝影棚看到她 她的藝人可能還重複穿衣服 她都有換新耶 畫一套 現在流行毛毛外套 她就有毛毛外套 現在流行橘色她就有橘色 每一包都是背部一樣 可是真的不行賺多少花多少 我覺得真正你要存進去 那才是你真的賺的錢 對 賺多少花多少 那你守不住 所以剛老師講的那個 那你會忍不住一直想買是不是 對啊 忍不住 會 就是會 看到不滿熟會的熟一點 像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我還滿建議她 用 什麼 妳想說什麼 妳剛剛有得分嗎 好 我也 我現在都有在進步了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的建議滿 把廚房跟我們用餐區的地磚 它可以做一個區別 對 也不錯耶 那我還有看到一個點 就是 就是從陽台我們看得很清楚 我們這樣子 有一條樑走過來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容易會形成 那個樑 那個樑 對 樑壓罩的話就會容易影響 女主人的健康啊 然後甚至男女主人之間的 感情的狀況 所以如果小瑋哥希望可以 就是快點有心桃花開的話 但其實就是可以把它做一個 化煞的化解的動作 那要怎麼化煞 五地錢嗎 淇淋彩八卦 淇淋彩八卦 好 掛兩邊 對 其實我很多的風水 真的是跟風水有關係 對 所以妳也是放淇淋彩八卦 對 其實我是會放淇淋彩八卦的 這樣 我跟你講淇淋彩八卦是可以藏的 真的 你可以藏在這個 從未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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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後面 完全不影響外觀的 後面是有人是把這個 做榴梯台是做包起來的 放在櫃子裡面 對 之前就遇到一個還不錯的對象 可是妳也知道 我們這一行的壓力其實很大 然後他就是一直緊迫叮人 只要我在帶通告的時候 或是我在工作 我可能沒大家接電話 對 他簡訊跟電話就一直打 就沒有安全感 對 然後又 然後就造成我很大的壓力 然後比如說問我在幹嘛 那現在電話是不是也有視訊 他可能就要看我跟誰在一起 一定要照一圈這樣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樣子的關係太有壓迫感了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關係 會讓我很緊繃 我最後就 所以後來就選擇 對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今天想要請 老師來幫我看一下 對 好啦 那所以 等一下把這個淇淋彩八卦 躺起來 好 好 有機會 好 當下我可以接受 因為我沒有聽到什麼 什麼羅牌 還好 聽我是羅牌 對 有其形 有其象 這個糧過來的時候 已經被天花板包起來了 對 我們稱它為去形除殺 所以這個糧其實大可放心 這個淇淋彩八卦就留下來 先扶放 貼別地方了 好不好 對 先起來 第二個 這個 其實也是沒有水火沖的問題 第三個 你的水龍頭 並沒有流到後門去 都是流到客廳 其實這點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重點在於 你這個算是 北台灣 北台灣 南台灣不知道 為什麼呢 這是高級的 算是一種貴重的石頭 而且它屬土 在廚房叫土津相聲 有 如果它 如果再能夠發光的話 那代表滿天心 來這邊的客人 飛覆幾個人 所以不知道它能不能發亮 餐桌內建自帶光芒 貴客營門擋都擋不住 三位中將還是老的讓 木木老師擺迷一書 對 木木老師 我們幫別人看房子 對 比較趕時間 你確定 我聽到說是你比較趕時間 不是 然後那個看15分鐘 沒有 我請你好好 再看一下 再仔細看一下 對 看一下 出了 嗨 你怎麼突然出來 小雯老師 把我帶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我會有緊張的時候 我替妳擔心耶 對啊 她好像很快就出來 喂 這個比 這個比不出來還是的話 對 回風上人 那麼明顯 對啊